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违背中共中央铁令 国道收费回潮引爆舆论 背后暗流涌动 美F35战机霸气降临俄近临 公路成前线 新用途曝光 就想靠偷 八家中企落网 房市疲软 碧桂园你展颜九笔境内债近150亿元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9月6号星期五 欢迎您点赞转发留言和传播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明智决策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违背中共中央铁令 国道收费回潮引爆舆论 背后暗流涌动 近日 国道收费回潮的现象引起关注 比如山东省发文 同意济南黄河大桥设置收费站 收费期限25年 三年来 安徽 山西 甘肃 湖北 吉林 陕西 江苏 山东均发布过国道收费站开通收费的公告 作者刘晓博说财经撰文说 在老百姓印象中 高速公路收费是常态 国道不收费是常态 国道收费为何回潮了 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基本上没有私家车 也不存在公路 桥梁 隧道收费的问题 从1984年到2004年 是收费公路 桥梁 隧道大发展的20年 路多 桥多了 收费关卡也多了 老百姓的意见也越来越强烈 国家在2004年颁布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明确了什么样的公路 桥梁 隧道才能收费 能收多久 一 县级以上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 个人有偿集资建设的公路 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建设或者依照公路法的规定 受让政府还贷公路 收费权的公路 经批准后方可收取车辆通行费 二 只有达到以下标准的公路 桥梁 隧道才能收费 三 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25年 中西部最长不得超过30年 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 按照用收费偿还贷款 偿还有偿集资款的原则确定 最长不得超过15年 中西部最长不得超过20年 2009年1月1日 随着燃油税 进入消费税这些征收 规则再次发生了变化 由于在美生汽油 柴油里加了税 国家宣布将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 还宣布取消公路养路费 航道养护费 公路运输管理费 公路客货运附加费 水路运输管理费 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 国道收费的回潮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 房地产出现拐点之后 土地财政出现了拐点 地方政府普遍缺钱 非税收入大幅反弹 主要是罚募款的增加 第二 近年来地方债发行以专项债为主 想通过这种不计入财政赤资的债务杠杆 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三 新能源车不交或少交燃油税 传统的燃油税体系受到了挑战 由于新能源车少交甚至不交燃油税 而导致国道收费回潮 对燃油车是不公平的 意味着对燃油车双重征税 美F35战机霸气降临俄近临 公路呈前线 新用途曝光 9月4日 美国空军第48战机连队的两架F35战机 从英格兰皇家空军拉肯西斯基地起飞 首次成功在芬兰的一条公路上降落 创下历史性里程碑 这是美国第五代战机首次在欧洲的公路上降落 而非传统跑道 此次降落是芬兰空军年度公路基地演习巴纳2024的一部分 演习自8月31日开始至9月6日结束 演习旨在为部队做好准备 一旦发生冲突 战机能够迅速分散到全国 并在非常规地点执行任务 美军F35参与此次演习 展现了美国与芬兰在提高盟军互通性上的合作 美国驻欧非空军司令赫克尔 James Hacker表示 此次演习和降落显示了美分两国日益紧密的关系 并提升了美军在非常规矩点 部署和运用空中力量的能力 此次演习不仅是美国空军敏捷战斗部署 ACE战略的一部分 也进一步反映了美军面对全球威胁时的灵活性和备战状态 ACE战略的核心在于在基础设施有限 分布广泛的地点展开作战行动 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威胁 尽管这是美国F35首次在欧洲公路降落 但不是第一次在芬兰公路上进行任务 2023年 一架挪威F35A战机曾在巴纳演习期间在芬兰公路上操作 此外 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曾在美国封闭的公路上操作F35B战机 分散式作战的概念源自冷战时期 但随着俄罗斯威胁的下降 这种作战方式逐渐减少 然而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北约重新考虑了这种战术 印度空军退役将领丘普拉指出 传统空军基地容易受到现代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攻击 卫星可以轻易定位这些基地进行打击 相比之下 使用加固的公路作为替代跑道 既经济又具成本效益 并能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丘普拉·安尼尔·托普拉进一步解释 公路作战为空军提供了重要的战术优势 传统基地固定 战机起降受到限制 而使用多条公路为作战基地 军机可以从不同地点起降 增加了机动性和隐蔽性 使敌军更难精准定位 因此 世界各国空军都逐渐转向分散式作战 以提高作战灵活性和安全性 就想靠偷 八家中企落网 中华民国调查局 破获中共半导体企业 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案 涉案的八家中共国企包括深圳市南方硅谷半导体 上海星象微电子 南京奇心半导体 逐渐智能科技 同方公司 成都瑞城新微科技 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 上海汉星科技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同方公司由中共国有企业中和集团控股 而北方华创连续三年 位列中国电子信息竞争力百强企业 通过台办事处和台资企业非法挖角台湾工程师 上海汉星科技 则利用中国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等资金 通过境外空壳公司将资金引入台湾 非法进行第三类半导体研发 并挖角相关人才 此类技术 涉及车用二集体、5G、卫星通讯等高科技领域 若被中国企业获取 将严重冲击台湾的产业竞争力 台湾调查局自今年6月起展开调查 并于8月19日至30日执行行动 动员135人次 搜索30处地点 询问65人次 侦办8家录起非法挖角案件 房市疲软 碧桂园你展颜九笔境内债近150亿元 深陷债务危机的碧桂园9月5日宣布 你对九笔境内债务寻求6个月宽限期 至2024年3月 这九笔债务总额约为150亿元人民币 其中三支债券已是第三次展期 碧桂园表示 由于销售疲软及资金问题 短期内筹集资金仍存在不确定性 希望通过展期与投资者协商解决方案 截至2024年前8个月 碧桂园的销售额同比下降78% 公司面临销售恢复困难和资金监控等问题 碧桂园计划通过销售 弹活资产 削减管理开支等措施 筹集资金 并与投资者沟通债务重组方案 此外 碧桂园在港交所公告 推迟发布2023年度业绩 并继续暂停股票交易 今天副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替中共挡枪 俄战狼上身皆烫手山芋 大杀器就要来了 俄战机只有躲到远东基地 乌军唯未救赵失败 总司令塞尔斯基城 六天内俄军未前进一步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请大家同时订阅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